大家好,缴乏水龙头上的钢磁软管 当我们安装上一两年以后 这个软管呢,就会坏掉,就会漏水 当我们再次更换这个软管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罗帽呢,已经锈死到上面了 已经锈死到上面了 已经拆不下来了 怎么拧都拧不动了 还有的朋友呢,想了一个办法 在安装这个软管的时候呢 把这个丝扣上,缠上两圈生料袋 所以再拧上 有的呢,管用 但是有的潮湿的地方呢 生料袋也起不了作用 等到再次拆的时候,还是拆不掉 所以今天呢,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当我们这样安装上以后 不论过多少年,都可以轻松的 把这个钢磁软管给拆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呢,把这个软管,螺丝 这个丝扣里边呢 我们给它抹上一点黄油 看了吧 把所有的丝扣里边给它抹满了 那有的朋友说 这可是饮用的水啊 抹上黄油以后 那人不把黄油吃了吗 所以你看 抹到丝扣里边 但是这个硅胶垫呢 它已经阻挡住了 我们不用担心这个水里边 会有这个黄油 所以我们少抹一点 只要丝扣里边有 它就没事了 不论过多少年 它也不会长锈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拆下来 下面我们装上 这个时候装上 拧紧了以后 就可以了 再过多少年 我们拆它的时候 里边有黄油 我们都可以轻松的拆下来 所以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 分享给大家 希望可以帮到你 感谢观看 再见 再见